如果把中式香秀和西式奢侈品放在一起,你会想到什么? 我了解到的香秀啊,秀花能生香,秀鸟能听声,秀虎能奔跑,秀人能穿神。 但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燕刺秀艺术工作室里,我感受到了他的更多可能性。 他们联合熊猫恶作剧潮排一起二创球鞋,甚至还将香秀融进首饰盒、氛围灯和手提包里。 香秀工艺师们凭着一口花针,一根绣线,日复一日,一代又一代,用古老的记忆创造出年轻的声音。 女工、刺绣这些词汇早已不再是一种男跟女之的枷锁,而是他们追求美与创造美的能力。 我了解到一幅香秀精品要历时三到六个月,艺术品级别的作品从创稿到最后落针可能长达十年之久,以针带笔,以线韵色。 他们用白种色彩组成了一面彩线墙,但这远远不是终点。 作为第二代传人的昌依将香秀与时尚结合,创作了一大批题材新颖风格迥异的作品,在时代语言下焕发了新生机。 从他们的传承中,我感受到的文化自信是高度的自我认同和发展。 飞移不是高高在上,而是重回当下生活,在继承中发扬,在传承中创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